中国有一位神医叫孙思淼 他是一位神医 为什么世间的病他都能够医 因为他有一本书 这本书是从龙宫 海龙王 就像我们现在读《华严经》 也是从龙宫拿出来的 那孙思淼为什么有这一本书呢 因为有一次他在路边 看到人家要杀一只鱼 他起了一个慈悲心 看到那只鱼很漂亮就给他买下来 不要杀了 就给他放生了 那只鱼很贵 很大 然后那天晚上就做梦了 梦到海龙王来找他 海龙王跟孙思淼说 哎呀 你救了我的儿子 所以你到龙宫来 你要什么黄金珠宝 我龙宫都有 都给你 但是孙思淼说 我是个修行人 我只喜欢医病人 我不要钱 我只喜欢帮助别人不要生病 海龙王说 那太好了 我龙宫里面有一本秘籍送给你 任何病你都可以医 所以他就成为人间的神医 我们中国修行七真人其中的孙思淼 为什么 救一只鱼 所以经典说 救一只鱼 你就可以延寿十二年 因为鱼的寿命 所以我想我们就经常 各位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功德的 帮助别人 所以佛陀跟我们说 所有生命的快乐 来自于帮助别人 帮助众生 所有生命的痛苦 来自于自私 为自己想 所以佛教告诉我们 大乘佛教 下面一个叫做大乘佛教 当你关心别人 超过关心自己了 你就已经在修行了 大乘佛教了